MING PAO CYM JBZ 看今天多热 好了欢迎各位出席今晚一个特别产品训练会议 我是今天的思义姓梁 我叫Vicky 让一声听听有多虚险 今天的會議已經正式開始了 同樣都是我提一提大家 我們希望大家就把你的手提電話 沒有聲音、靜音 現場就不方便喝東西吃東西 另外一方面我們今天可以拍照 可以錄音 我也要 不好意思 是不是可以NG再來說 不要不用的 是不需要的 可以錄音 但是在現場我們就不方便給大家拍攝了 因為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將來我們會拍攝給我們出街的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留意到有人拍攝的話 不好意思 我們的4man會叫你關機的 好嗎 好了 現場朋友 好 很歡迎你們今天出席這個會議 這個產品訓練會議 好了你們大家都是來自四方八面是不是 是的 那是不是大家都已經成為了我們折施的家民店 是的 那我相信對於我們公司的Numinous 我們的複活產品系列應該很熟悉的了 好鏡頭跟著我去PanPan這邊 是的 那我們的產品 由於台上位置有限 那我們的產品 護膚產品 總共有六件 大家是不是都很想學一下怎麼用好它 絕對是 不單止想用好它 想不想把這個生意做大去做美去 當然想 是不是 我也很想 那所以呢 今晚這個特別的活動 那我們安排 一群很出色很出色的嘉賓 那麼Carol 李慧兒小姐 本身在這個行業 已經超過了二十年 美容的經驗 她從以往從事很多關於我們舞台化妝 新娘化妝 甚至乎很多我們跟Catwalk Show有關的 甚至很多Fashion Show有關的 她都是做一些形象的指導 美容的顧問 甚至做一些大會的評判 那你想想這位選不選啊 不簡單 給點掌聲聽聽 甚至我們今天的音響真是做得很出色 到最後我就謝謝你 好了 除了在這幾年裡面 Carol是做很多關於教育方面的培訓的 她做很多關於專業的美容師 化妝師的培訓 在形象和這個移容的指導之下 她跟我們有很多健康的體態 營養美學上面 都是做很多教育工作的 哇 由她來教真的不簡單 甚至乎在平時 Carol也很注重關於一些健康營養 所以她是一個全方位的美學顧問 那不單止 那不單止 Carol也很著重在健康美裡面 她不單止懂得怎樣去扮靚 甚至乎在心靈上的角度 亦都怎樣去看自己的健康 那她是一位心靈美學裡面的教育表表者 那Carol在2014年的8月份 參與節思這個網絡平台 那她只是用了兩個月的時間 已經成為我們一位藍寶石級 甚至乎在2015年1月份 已經成為了我們杜拜之旅的其中一位出席者 你想想 又做得又美女 又高大又健康 真的不簡單 所以由她今晚去幫我們分享 我們的Numinous系列產品 大家樂意細心欣賞 現在用熱力的掌聲 歡迎我們今天的主角嘉賓 Carol 李慧如小姐 謝謝 謝謝你 Ricky 謝謝 你弄得我 其實我不知道怎麼走出來 我好像 好像偷銷了 我其實有點緊張 因為我沒有試過這麼多人 謝謝大家出來 這麼晚 有幾多朋友還沒吃飯 多謝一會兒我們一起去吃飯 聽完我們一起去吃 OK 剛才我跟Vicky也介紹得很清楚 我不用再自己介紹一次 其實 為何今天會有這樣的聚會 我想最重要的是 因為有很多人經常私信我 不是約我去街 又不是約我吃飯 經常都私信我 就問我 很多關於皮膚上的問題 那我就回答到 其實我經常覺得 回答完又回答 回答完又回答 都是回答那些的 那Franco Vicky 那Judy 或者Daggy 經常叫我 你不如盡量去回答 滿足一下他們 那我說 我已經盡量滿足了 但我都時間有限 那我不如搞個 大型的聚會 跟大家聚一聚 所以 但我也沒有想過 大到這樣 就逼到去後面 那 所以其實我有點膽怯 剛才突然間 Franco還跟我說 好像有些外來的嘉賓來了 好像新加坡也有人來了 是嗎 那我們揮一揮手 新加坡的朋友 你好 那 除了新加坡 還沒有其他國家 香港的 揮一揮手 那誰是九龍和新界的 包在一起罵 那 有很多朋友都問的 她說 為什麼會吸引到我 入摘斯這個平台呢 其實我想 最重要是 由一摘斯蒜開始的 那 其實很感謝Judy 那 她 她介紹這個平台 給我知道的時候 其實我都 就是因為 你剛才聽到Vicky介紹我 這麼 鬼死專業 那你知道專業 有專業的樣子 就是一個串樣子出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 我其實在用產品的時候 其實是用一個 挑戰的心情 你說得這麼厲害 我就真的看你是不是這麼厲害 那些心情去試用的 那 其實 我自己本身 皮膚 底 其實都挺乾的 那 其實我自己用的時候 都說 嗯 是否真的這麼厲害呢 那我就挑戰她 用一滴的 serum去塗完整個臉 誰知道第二招就有效果了 就已經臉很硬了 那我就說 不行啊 這件事真的有得做 那我就因為這樣 而參與了Judsy這個平台 那其實 參與這個平台 對我來說 其實是有點驚訝的 因為 有很多朋友 或者在座有沒有美容師 在那裡的 或者化妝師 在那裡 嘩 很遠啊 舉手看看 OK 嗯 也有些專業人士 在那裡 那其實 我想你們也會同樣有一個問題 其實這套產品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就沒有爽膚水的 是不是 是不是 立刻有人下頭 其實這個是我第一個問的問題 為什麼是沒有爽膚水 是不是要配合其他公司的爽膚水來用的呢 那這個是我第一個問題 問Dr.Newman 那 那第二件事就是 可以不可以的 是不是 只有六支東西 我們用的真的很多 那第三件事 其實在這段時間發展 很多人都會產生很多的一些問題 那例如那些皮膚乾 有沒有人有這樣的情況 OK 好了 例如呢 爆瘡 OK 例如有敏感 例如出粒粒 例如有癢 哈哈 為什麼那些聲音這麼有趣 為什麼 好像 好像變成了小朋友 聲音 那樣 哈哈 我沒試過 講到有小朋友的聲音 那樣 其實這個問題 我跟你說 我全部出現過 好嗎 所以我 試試幫大家解答一下 當中 待會我們有時間 有Q&A問題 那 所以你不用擔心 這些過程 我已經經歷過了 所以 你見過我 也挺漂亮的 是不是 都OK 對嗎 所以呢 所以呢 我還這麼美女 所以你們很放心 你也可以一樣 可以這麼美女 那 我們先說一下 我經常覺得 在很多朋友 開始用這個護膚品的時候 第一件事 他沒有遇到的是什麼呢 他是不太了解自己 很多時候 他們用的產品 第一個問題就是 產品是否有問題 是吧 有沒有人有這樣的想法 咦 只有一個這麼勇敢舉手 其他人都不肯認 OK 但是其實 你想想想 為何會在別人用沒有問題 也有好的反應 為何會自己用 會有些不好的反應出現呢 其實我經常都說 產品的問題 其實不會很多 除非你真的特別 對裡面有些成份 特別敏感 我先說一下 我們先了解自己 好嗎 了解完自己 我再了解一下產品 好嗎 好的 第一件事 我們先了解自己的皮膚 其實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裡 我們的皮膚 其實你和我是一樣的 結構上是一樣的 但是身體 有時候我們說過往 我們都活了 應該都十多年 參加都十多年 其實我們中間會經歷了我們的皮膚 身體裡會有很多變化 例如我們經歷過青春期 我們經歷過我們的荷爾蒙的變化 我們會經歷過有失戀 我們會經歷過戀愛 所以我們的荷爾蒙有高 有低 我們會經歷過我們吃東西 可能吃得不好 有沒有人經歷過減肥 有沒有人經歷過減肥 有沒有人經歷過 在這些過程裡 或者我們的飲食 我們的生活 過往這十多年 我不說了 你們自己數一下自己有多少歲 這些過程裡會令到我們身體裡的細胞 其實會產生很多不同的反應和變化 所以其實同一種產品用在我們的身體裡 某程度上會出現很多不同的反應 有些人用完之後很好 好像我的伴侶用完之後 我的臉馬上變成V殺 挺漂亮的 但有些人用完後 腫得豬頭 所以我們也說 很多時候都是我們身體裡過往沉積了一些狀況 而產生的 我們要先理解 我們的皮膚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會有幾個結構 就是我們有表皮層 即是大家看到大家的樣子 那塊皮 面上看到的 就是表皮層 就是我們面上看到的角質層 但是角質層已經是我們看到的那一層 我們應該是要脫掉還是要黏住的 應該要脫掉 但是有些人用洗臉的過程中 他們應該要脫掉的時候 看到反應快了的時候 就會說 為何我的皮膚脫皮 究竟你想脫掉還是不想脫掉呢? 你們回答我了 你想脫掉嗎? 那就加快脫掉 對嗎? 總比脫掉還是不脫掉的時候 其實是幾乎酸的 所以在過程中 我們先要明白這個概念 就是我們的角質層 其實如果能夠令我們皮膚 越透明 透明度越高 我們的角質層應該要怎樣? 越薄 同不同意? 同意吧? OK 但是當我們年紀越大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裡的 裡面那層 我們稱為真皮層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薄了 裡面最多的是什麼? 我們最想要的蛋蛋 就是膠原蛋白 同不同意? 是嗎? 所以年紀越大 你就會發現 你開始會有鬆 有淡 是不是? 有THE 知道是什麼嗎? D D OK 就是你們不想要的那些 所以我們說 我們的真皮層最重要就是要怎樣? 要厚 要增多 但是慢慢慢慢 因為我們的新陳代謝 年紀越大 越來越慢的時候 我們那個膠原 越來越少 而我們反而真皮 裡面的真皮層 就會越來越薄了 行不行? 所以我們就會發覺 我們年輕的時候 或者我們小朋友的時候 你的皮膚是怎樣? 漲漲漲的 但是你看到一個小朋友 就很想 哎呀 很想撕你兩下 是嗎? 我想撕而已 你也不用掉下來 是嗎? 但是呢 如果 你有沒有看到 有些人 看到一位 皺皮的老人家 你也想走過去 哎呀 我很想撕你兩下 很少喝 所以我們說 我們越年輕 我們的皮膚的彈性 就會越來越好 是嗎? 年紀越大 我們的彈性就會越來越差 OK? 原因就是 如果 你現在看到 很多 你家裡有沒有床褥 裡面的床褥 是不是有些彈弓 是嗎? 你想想 那個床褥的彈弓 就是你那個 膠原蛋白 彈一下彈一下彈一下那個 但是你把床褥 已經用了很多年了 是不是? 那些彈一下彈一下 還彈不彈 是不是? 已經用了很多年 就開始不太彈 是不是? 那裡面的乳膠 就會越來越怎樣? 是越來越薄 而且越來越軟 那這個關乎 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好好地 去保養我們自己的皮膚 那麼 我們說 就是說 一個細胞 如果我們生長出來 很滑滑滑滑的 過往我們說的 抗氧化 你經常在市場上 你都看到很多的產品 都說有抗氧化劑 是不是? 我們過往用的產品 是不是真正可以 能夠讓我們抗衰老呢? 看看有沒有 如果一個細胞 出來之後 大部分的成分 外面市民的成分 我們是令到細胞 不要令到它老化 令到它不要鬆下來 OK? 去保護著細胞膜 令到它的狀況 是要健康的 但是如果 你年紀已經越來越大了 你的細胞已經是這樣的時候 那會怎樣呢? 會不會令到它漲減回 會不會令到它增幅 會比較難 明白嗎? 因為生產已經這樣 其實Luminous Little產品 為什麼可以令到皮膚增加膠原 和令到我們會好呢?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用一些成分 或者是用一些抗氧化的成分 而是我們主要是用什麼? 主要裡面的是我們用什麼技術的? 鋼細胞 鋼細胞是嗎? 鋼細胞是什麼? 鋼細胞就是我們身體裡面的掩飾體 我經常形容這個掩飾體做什麼呢? 叫做影韌機 掩飾體 這個就是影韌機 它會取出一個新的細胞 我們說BNA就會去找什麼呢? 找一些RNA 然後找一些建築材料回來 去做新細胞 但是我們說在這個掩飾體上面 這裡有四個CAP 這四個CAP我叫做什麼? 端粒 而端粒我形容為什麼呢? 碳粉 好了 當你很小的時候 影韌出來的細胞 全部都清清楚楚 所以每個細胞都漲漲漲 但是你年紀越大 這個端粒 當我們影韌得越多的時候 端粒就會越來越短 即是碳粉會怎樣? 變少了 即是影韌出來的細胞就會怎樣? 蒙茶茶 所以就是老一點 潮一點 和沒有那麼漂亮 可以嗎? 好了 那麼Nominus的作用 就是令到我們的端粒可以維持 不要再令到它短 甚至有機會可以增長 這個真正可以抗衰老 可以嗎?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的細胞是一直在活化的 在活化的過程中 會產生能量 我們一個人一定要… 應該怎樣說呢? 一個人 其實如果你沒有電的話 基本的人其實是一批東西 批在這裡 可以嗎? 而因為人會產生電 也會產生能量 我們才會發現人會熱 會暖 可以嗎? 才會站在那裡 會動 這是能量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這個… 在這個活化的過程中 有些人用了產品之後 會覺得有紅腫熱烫的情況 這是正常的 因為在你的細胞 當你在不太好的狀態 你這個情況會更加快加速它 所以有兩個方法你可以做 第一 停一停 等一等 讓它慢一點 第二 加快它 快點跳過這個過程 視乎你自己看看 你當時的狀況是有多嚴重 你自己忍不忍耐得到 如果真的情況比較嚴重 紅腫熱烫的話 你就要停 那怎樣停呢? 一會兒我會教大家 如何令到減低了這個過渡期 好嗎? 好 沒什麼反應就不說 好了 我們看了 其實Numinous的產品裡 最主要是來自Dr. Newman的技術 就是一個成人的幹細胞 當然Dr. Newman在美國的診療所 他們是用注射的 使用你自己身體的成人幹細胞 去注射入你身體裡 去加快複製你的細胞 而令到修復 所以我們的產品 為何會出現在Janes Numinous的產品出現在Janes的平台 就是因為我們的老闆Randy 他膝蓋的軟骨受損 因為他以前是散兵 所以當他膝蓋受損的時候 我想在座也有聽說 要換菠蘿蓋 是不是換了菠蘿蓋是不痛的? 不是的 也會痛的 十年後還要換嗎? 也要換的 所以後來因為Randy 認識了Dr. Newman之後 他用了自己身體的脂肪細胞 去打進菠蘿蓋裡 應該是脂肪細胞的幹細胞 去打進菠蘿蓋裡 之後令到他可以移動 所以老闆也因為有一個好的平台 也因此與Dr. Newman合作 但我想問大家 有沒有一個人做老闆 只是因為一種產品 而他夠膽開一個這麼大的平台 開一間公司 我想沒有 除了Randy之外 我想沒有人有這樣的信心和膽量 因為一種產品開了一個平台 所以如果他對這個產品 不是看得那麼好 我相信不會做 我們很多人都問 究竟幹細胞是甚麼呢? 你有沒有聽過持帶血? OK? 為何我們要儲持持帶血 如果是嬰兒的時候? 因為當有病的時候 你可以用自己的持帶血裡的幹細胞 複製一些好的細胞 去幫助你治療自己 而持帶血的幹細胞 只能做到血 而脂肪細胞的細胞 可以複製到我們身體裡 很多很多很多的細胞 為何呢? 因為Dr. Neumann找到的 不是各種細胞那麼簡單 而是他找到的是生長因子 那甚麼是生長因子呢? 生長因子就是我們說 在細胞和細胞之間溝通的語言 即是說今天我跟Ricky說廣東話 Ricky,麻煩你去找一些材料 去做膠原蛋白 Ricky聽得懂我說話 他就會去找一些材料去做膠原蛋白 那如果我現在跟阿May OK? 就去告訴他 我現在用法文告訴他 Budubli 他告訴他 你要去找頭髮細胞 那你會不會去找? 你懂得聽我說法文的 你就會去找 對吧? 所以這個就是說 原來人的生長因子 其實有超過三百多種 超過三百多種 而Dr. Neumann 他找到已經有248種 而這248種 的生長因子 全部已經放在這瓶酸裡面 厲害嗎? 所以有時候你問我 究竟 有什麼反應 有什麼效果 不好意思 是他做事 不是我做事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什麼反應 但總之是做好事 他就在裡面 一直複製我們的細胞 所以曾經有人問過 究竟我們的產品裡面 有沒有人的細胞在裡面? 沒有 我們只有生長因子在裡面 可以嗎? 所以Dr. Neumann的技術就是 把我們的脂肪的細胞抽獲出來之後 然後把它分離 找了幹細胞 然後在實驗室裡面培植 培植之後 再找它裡面的生長因子 才放在我們的產品裡面 很複雜是不是? 這些就留在他做 我們只用就算了 所以我們說 這個產品從我們的效果出來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 和這麼有效呢? 而我們也看了很多訊息 或者很多見證 你會看到出來的效果真的很多 很快 而我最初參加 參與發展這盤生意的時候 我看到這間公司的業績 只有這麼少產品 小成這樣 但業績可以打到大到這樣的地步 我看什麼? 如果看這盤生意 一定要看什麼? 數字 我不是只要聽很多人的訊息 因為每一間公司都說它好 每一間產品都不說它好 所以我就因為數字 亦因為看到這些 我會覺得這間公司的潛力非常好 所以我透過這間產品 真的很簡單、很容易做 所以我就覺得 好吧,我就放時間下來去做 亦因為這個系統真的可以很快 所以剛才Vicky說 為什麼兩個月的時間 就上了南部 亦追蹤到杜拜之旅 就是因為本身的系統非常簡單 所以有些新朋友 是不是有些新朋友還未加入? 舉手 先舉手 你們一會兒可以問一下他們 為什麼他們都會參與這盤生意 好嗎? 一會兒我到最後的時候 我都會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如何透過產品 我們進入我們這個平台 如何透過這個產品 我們不是銷售產品 而是銷售一盤生意 好嗎? 好 因為我已經做了很多 很多生意 成交了很多 很好玩 所以其實我做了這麼多年的 在美容這個行業 都打滾了接近30年 還挺漂亮的 是不是? 我是合法聯名 去發展美容這個行業 大概都猜到我幾歲了 是不是? 保持到這樣 都應該挺自豪 是不是? 應該給個掌聲 是不是? 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希望將自己的經驗和經歷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 還有希望跟大家分享 讓你知道 其實你用這個產品 你可以很安全 很安全去使用 好嗎? 而且你跟朋友分享的時候 你應該站在一個什麼角度 去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因為很老實就是 其實很多朋友沒有我 如果我有二十多年的經驗 你就不要用專家的口吻跟他聊 因為這樣你會很危險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就是專家的東西留給專家說 我們就做回經銷商要做的事情 就是怎樣告訴他 怎樣進入這個生意 自己去用什麼都可以 站在一個安全的位置 去做你的生意 好嗎? 當然好 我們只是來賺錢 好了 一會兒我會做一個示範 給大家看的 我們再看看我們的身體 除了皮膚之外 我們第二張圖 我們看看 因為你會看到很多結構上的東西 你會看到這個肌肉圖 我們皮膚以下的已經是我們的肌肉 其實有很多人 你會發覺 我們經常想解決幾個問題 解決什麼呢? 斑的問題 是嗎? 誰想解決這兩個問題? 舉舉手 喂 為何不只是女人 有這麼多男人舉手 你們這麼可愛 就是說 各位 你看一看你身邊 有多少個男人 男人的市場多大 是不是? 女人的市場 已經很大 因為女人的錢很容易賺 但我發現 原來現在男人的錢 更容易賺 因為不用做展示 他們已經會賣 好了 我們說 就是 有很多紋的出現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肌肉 其實我們叫表情紋 去造成的 阿Wiki可不可以給我一張紙 有沒有一張白紙 給我呢? 都可以 都可以 好了 有很多人分不清什麼是咒紋 也分不清什麼是表情紋 什麼是表情紋呢? 就是 我們不斷的肌肉不斷動 不斷動 這個很深的紋 這個叫做表情紋 例如我們的苦紋 例如我們經常在皺眉頭夾著那條紋 又或者像何手信那條車軌的紋 這些就叫做表情紋 什麼叫皺眉呢? 皺眉就是不去保養 令皮膚又乾 然後皺眉頭 臉又鬆 又凹 這個就是皺眉了 例如你的眼尾紋 或者你的皮膚很乾 摸下去有鞋滑滑 這些就是皺眉了 這就是你不去保養的結果 那你要怎樣呢? 就是你要找方法去燙直它 那就是要塗一些奶油 是不是? 保養回去 這些皺眉就有機會慢慢慢慢就會好很多 好嗎? 好 那分得出了吧 分得出了吧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有些表情紋很深的話 其實就是因為你的肌肉很緊 例如說有很多人 他經常做售貨員 經常說 你好,各位 大家好 你們是否有些人進來 就是要上班 買東西 坐單爐 是否這樣? 是呀 多謝乾納屋 每天都笑到是這樣的 這兩條肌肉 就會回去拍攝才能鬆開 這個就會令到你的腹紋很深 另外你會看到有些人 他們這塊肌肉會很硬 自己撕一下它 眼底下 痛不痛? 好像有些軟軟的 又硬硬的 對吧? 這些就是很多的廢物 我們會積在這裡 問問自己 尤其是這個位置很容易出暗瘡 毛孔很大 甚至其實會很容易是怎樣? 有些很腫的情況 經常敏感 都是敏感這些地方的人 那你就要問問自己 你是否有鼻敏感 有沒有人有鼻敏感? 好 舉著手,不要動 好了 旁邊看一看 牠的拳骨是否腫腫 都腫腫的 是否一塊的? 你要留意一下 為甚麼呢? 因為要留意一下 鼻敏感的人 哪裡天天有那麼多Tissue 去滲鼻涕 他們會怎樣? 嘶 是不是? 就很吸收進去 但本來流出來的那些 是液體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吸收進去 那些就變成怎樣? 味固體 是嗎? 激潔地 一劈 是不是? 吸收不到 是固了 是不是? 通常那些就會變成那些 叫甚麼? 是你們說的 那些一塊塊的東西 在裡面 它未必會變成你彈出來的 但它會瓶在裡面 就會令到這些地方 就會越來越… 好像一個袋子 就會越來越脹 可以嗎?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這樣? 小時候不是這樣的 為甚麼越大呢? 這兩塊是越脹的 是不是? 好像挺可愛 Apple位置 是不是? 但是 塗到甚麼都敏感的 就很麻煩 我們說 第一件事 要戒的是甚麼呢? 從小到大 你教育小朋友也是 要滲鼻涕 不要吸收進去 為甚麼? 因為鼻涕本來的目的是甚麼? 是貼著菌 噴出你的身體外面 那你為甚麼自己做了垃圾桶 就是裝著它 還要裝著它 還要裝著它 你不覺得很臭嗎? 是不是? 有些人鼻涕炎 嚴重的話 是真的會臭的 是嗎? 那第二件事 有一個問題是 那些人很容易喉嚨發炎 因為倒流 會令到很多時候 會有很多痰 甚至經常有喉嚨發炎 甚至經常有喉嚨發炎 經常有喉嚨痛 這些症狀 就是因為這些菌 倒流在我們的氣管 可以嗎? 所以這個一定要戒 那你說我沒有鼻涕 那第二件事 就是問你 你有沒有經常傷風感冒? 好了 又是這些位置比較腫的 但有沒有經常吃西藥? 有的 西藥大部分要你做什麼? 收鼻水 是不是? 你最流行叫醫生 向你收鼻水 這是錯的 如果在自然療法裡面 我們如果用香薰治療的話 我們是要把鼻水盡快流出來 是把細菌盡快噴出來 但是大部分的西藥 就把你幫你瀕在裡面 你發覺通常容易感冒的人 你是很快又再感冒 有沒有留意? 一、兩個星期之後 你又再來過 所以會形成到 你的鼻痘這些位置會很大 我們說 這個情況出現的時候 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如果鼻痘 如果你經常發炎 其實是比其他人更容易有 這個… 那個什麼癌? 是鼻痘癌的 是的,鼻痘癌的 OK 就算你未去到鼻痘癌的話 其實這些地方很容易 你的皮膚就會出現有敏感的情況 我曾經有一個客人 他是要嚴重到 他什麼有功效的護膚品都不可以塗 只能夠塗什麼? 沒有功效的東西 黏黏黏的東西 凡是黏的東西 才可以塗 而他嚴重到眼睛已經蒙 因為發炎的情況很嚴重 而且他在嘴巴的牙肉中間 要插條管上去放膿 你想想嗎? 說一些恐怖的事情 你們就會害怕 怕了你們就會做 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可以嗎? 所以我們在說 另一個情況就是 我們這些肌肉很多時候很緊 肩膀和頸 肌肉很緊 就會令我們整個頸很粗 很大 有沒有人很不喜歡這條頸很粗 還有就是在這裡會鬆 會淡 是不是? 想不想知道原因嗎? 想是不是? 第一 很多人洗臉 不用在後面 有沒有人洗臉 不用在後面 只是洗臉 還要是怎樣洗臉 洗臉的 只是在前面這塊鏡子看到的 旁邊不用 我們為什麼會知道呢? 通常我們發覺 跟這些人化妝的時候 會自動落陰影 你明白嗎? 這裡變黑了 不用 所以你一旦洗臉 一定要洗到耳朵 耳朵背 後頸這些地方都會洗 因為這些地方都會老化 明白嗎? 當後面曬完之後老化之後 這裡的皮膚會怎樣? 向前鬆 接著會怎樣? 這裡就是一個洞 想不想洞 不想 這樣嗎? 洗臉就要厚一點 頸部也要洗 後面也要 另外就是 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經常用手機 用電腦 我們是否經常都縮 整一整 我們的肩膀就會縮 另外這些地方就開始很緊 又沒有特別的運動 去鬆脫筋 等於你去做運動 去做健身 做完健身之後 肌肉會怎樣? 硬一點 是否比較健碩 你應該放鬆的時候 肌肉應該怎樣? 應該比較軟 是否? 但你有沒有看到那些 大隻佬做得很厲害的那些? 是否? 做完也是這樣 硬著肌肉 你想想 你這麼多年 有沒有去按摩 有沒有去鬆脫肌肉 這些頸部 就會開始緊 當肌肉緊的時候 它會拉長 還是會縮短? 它會縮短 所以年紀越大 頸部會越粗 尤其是看到男士 看看旁邊的男士 很多頸部都挺粗的 你看看他年輕的照片 是否? 年輕的照片不粗 好了 這個問題產生的是甚麼? 這個問題產生的是 你的頸部的血液循環 不是那麼好 就會令到 你的臉 很多時候就會形成 比較灰 比較黃 為甚麼? 新陳代謝了的廢物 沒辦法走 塞住了 這裏的頸部都很緊 如果我形容就是 如果我們的皮膚 這裡 臉的皮膚 是我們家裡的洗手間 洗手間 會不會有髒東西? 有嗎? 當你想要衝出去的時候 但你大一條渠塞了 怎麼辦呢? 那整間屋子就臭了 好了 但第二個臉巴在哪裏呢? OK 我們給我後面那張 好了 第二組的臉巴在這裏 我們的胸腺旁邊 是否有時候生病呢? 你摸一下它 會一粒一粒一粒的 現在我告訴你 你的街渠也塞了 那你會怎樣呢? 所以很多人在這些地方很漲 越來越漲 而且有些鬼鼠肉走出來 就是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你想要收嗎? 想 很多人都想收 Vicky 我早兩天在Canta買了五支身體霜 Vicky說我 你為何這麼喜歡買身體霜 我說 因為真的很好用 她說 她說 身體霜這麼便宜 為何不塗手霜呢? 我說不是 身體霜真的很棒 一會兒我教你 你如何用身體霜 你能夠進入這個生意 好嗎? 很好玩 我們的夥伴都見過了 所以我們說 當你看到這個效果 當你通了這條渠的時候 你一會兒會看到 那個人的臉 很好笑 會一半是鴛鴦的 對 一半是鴛鴦的 那你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當我們通了這些渠 你的皮膚面色的灰 你的黃 你就會離開 但通常有沒有朋友去通過淋巴? 去美容院通過淋巴? 痛不痛? 嘩 痛到沒命 那你想不想不痛 有些水流走出來 想是嗎? 說起水 是不是水為財? 但如果你身體裡有很多水 你想不想? 大家都不想 想快點排水 為何我們經常都很想快點排水 細胞和細胞之間 其實我們說細胞要吃的食物 是會進去的 但同樣地 它們也會排出一些廢物 但當排出來的廢物 它們要離開的時候 是不是要離開到大渠 就是我們的淋巴 但當我們的淋巴已經在塞 或者已經爆滿了 這些淋巴屋已經爆滿 不能離開的時候 它就會在細胞和細胞之間 停在這裡 這就形成水種了 那些水 是好的水 還是不好的水? 那些是帶著垃圾的水 好嗎? 不好 所以一會兒告訴大家 你如何排出水 好嗎? 很好玩的 排完之後 是很… 很… 我有些夥伴見過 看完之後 你們覺得怎樣? 很棒 看完之後 你就會知道 第一 我們要做的是 我們的角質層要怎樣做? 越厚越好 還是越薄越好? 越薄越好 我們的真皮層呢? 越來越厚最好 那你就要塗多些 serum 因為為什麼? 讓它碰多些膠原 第三 就是 你的身體裡的水 要排出來 還是要收回來? 要排出來 還有 你的管道要怎樣? 要通還是要塞? 要通 還有最後 就是你的肌肉要鬆 還是要緊? 要鬆 不是要鬆 我們要軟熟 OK? 大家聽到鬆就很害怕 因為鬆跟TXE 是中文的意義很像 是呃 大家都不想呃 但我們要肌肉軟熟 為什麼呢? 我請一個模特兒出來 Emily 麻煩你 我給你一掌聲 Emily Emily 先借你的手指來 你的手指 對了 一隻手指就行了 好了 如果 手指就是你的血管 和你的淋巴 這塊就是你的肌肉 OK? 接著你就掌握得很緊 那我想問你 血循環好不好? 不好 好嗎? 再持久一點 你自己 持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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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持久一點 會怎樣? 鼻子 對嗎? 所以如果我們的肌肉 不是在鬆軟熟的狀態 而是在泵的狀態 你的血液循環 是不會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小朋友的時候 你會發覺 你的臉色是什麼? 紅薄薄的 但年紀大了之後 又灰 又黃 又青 不塗一些胭脂 好像不太見得人 對嗎? 有時候有些女士 你發覺她不化妝 尤其是不塗胭脂 晚上千萬不要在後巷 看到她 OK? 所以 所以 有時候 我其實覺得化妝品 是一件 世界最偉大的發明 OK? 對女士來說 現在男士很多都化妝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說的臨巴 不是說只是我們頸 打後 去到我們的胸部才有 而是我們去到我們中間的胸腺 去到我們的子宮 我們的鼠溪位 對嗎? 這兩邊 鼠溪位 這下面也是一個總臨巴 所以有些人說 如果 這個是醫生說的 如果 因為 有些人有乳癌的話 去到第四期 通常就會去到子宮癌 因為整個身體的臨巴是通的 還有就是我們後腳 後面 都會有一些臨巴 我們的胸腺等等 所以過往我經常在一些健康講座 都教過很多女士 就是當你洗澡的時候 麻煩你真的按摩一下你的胸部 令到你的胸部 第一,軟熟 第二,你的血液要循環 令到你的 尤其是捏下你的肩膀底 每一天都按摩一下它 令到它的泵 會好一點 令到它可以快一點 廢物去走 OK? 經到你的臨巴 去到你的身體裡的器官 去到你的大小耳邊 排出去 這個不僅是女士需要做 男士也需要做 因為現在的工作 很多的工種 你都經常要坐在這裡 沒有什麼運動 沒有什麼動作 所以你有空就要動一下 拉一下筋 讓你放鬆 所以我經常都叫朋友 你什麼都不做 要做一件事 幫我拿著米 不用跑的 你只是動這個 可以嗎? 可以嗎? 不用跑的 只是動這個 就是把你的臨巴的結 自己鬆開 可以嗎? 好嗎? 如果一會兒有時間 我記得的話 我就教大家用一些方法 如何拉鬆一條頸 好嗎? 自己自助拉頸 可以拉鬆一條頸 給我來嗎? 自己叫做 剛才的 有些笑容 我感覺到 我會